南单赛场比较平静 高排位的种子 德威科维奇 特松加 国地奇等人 都轻松获胜 晋级第二轮 二号种子德威科维奇 第一轮的对手是意大利的洛伦兹 在年初的奥王比赛中 晓德曾经连下17局 送出两个6比0 将对手淘汰出局 今天的比赛 晓德依旧表现强势 尽管开局丢掉了一个发球局 但是他随后凭借一波 连胜12局的得分高潮 锁定了优势 最终以6比1 6比0和6比1 横扫对手过关 六号种子博迪奇首轮的对手 是一位21岁小将 比利市人戈芬 戈芬今年在法网上杀入16强 一举成名 不过博迪奇在本场比赛中 还是捍卫了种子选手的尊严 第一盘两人在互破发球局之后 杰克人凭借第12局决定性的破发 以7比5先生夺人 第二盘和第三盘 博迪奇两次在3比3平之后 连赢三局完胜对手 小将割分 其实全场拿到了18个破发机会 不过他只成功地破发两局 也暴露出了年轻选手 在关键分把握上的能力不足